好 你借了 苗栗頭份 這一間公辦民營的幼兒園小朋友 開開心心背上背包上學去 但是他們不知道 學校即將在4月30關閉 必知要轉學 突如其來的消息 也讓家長生氣又慌張 他重新適應 又不知道要哭多久 或是適應多久 所以 就是蠻麻煩的 現在到外面 就是要找 其實也有打電話去問 其實都沒辦法收學生了 家長抱怨小孩好不容易 已經適應環境 又要轉學 從頭來過真的很困擾 除此之外 目前也很難找到 可以銜接的學校 希望政府可以幫忙 經營了17年頭了 我們自己都管理好自己 那這個學校歷年的 評鑑也基憂 我們真的不想要這樣 辜負家長對我們的期待 另外老師們 也是臨時接獲消息 他們說幼兒園經營管理的都很好 卻因為唐葫蘆文教基金會 無法經營就關閉 對老師跟學生都非常的不公平 希望外界伸出援手 公佑的一個名額 那已經提供給 頭份施工所 那請各位家長放心 我們提供的名額 絕對是足夠來安置 苗栗縣政府表示 委託管理幼兒園的唐葫蘆文教基金會 因為財務出現了問題 設立許可遭到教育部廢止 之後將面臨130位幼兒安置 還有28位員工的工作權問題 將與公所配合 希望把困擾傷害降到最低 TVBS新聞憲股盡量反應苗栗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